有網友問是平安好醫生,可否追求呢? 我也覺得這些股理,如果不進入的話 暫時在一個範圍 不是不可以的 短期來說,我都是看 科技股,看看有沒有機會打彈 如果真的彈得高一點 我又覺得1833不是沒有機會 就算之前有網友問 我都覺得在這樣的範圍是可以去看 反而,如果你不是向上的範圍 你要擔心到不到,到多少 如果你現在跌入之後 你要去想到底在哪個位置 你要去走 反而,今天彈了5% 相信是剛才所說的 都是跌入去立銀生支付成分股 241跌入去立銀生支付成分股 鄉下,我寧願看看 不要太低 看看今天的低位,86.5% 或者上日的低位,84.5% 如果穿回這兩個位,我寧願離開 就算你打算拼進去,會否有機會再彈上去 整體科網股的股值 可能會再彈一點 又會有一點錢流進去 不是不可以拼 因為他今天都彈了5.5% 你要看兩件事 一,到底他真的能夠進入成分股 我覺得這次來說是未必的 如果能夠進入,你現在還未買 其實你應該都會彈上去 反而如果你真的賣了的話 他就翌日高開,又對回去 開市價或甚至乎倒跌 我寧願只賺 兩個策略 如果能夠進入,如果能夠進入的話 你就賺,看看整體科技股向上 你今天都彈了5.5% 看看還會否有些錢 繼續去炒進去這隻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賺 但是第一個位,就看著86.5.5% 今天是低位 如果今天吃回這5.5% 我就不再去想 採取這樣的策略 《財政策》 詞曲 《財政策》 issance策略 第四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